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问一下熊姐你们在高雄没有案子吗 一定要去人家家营那边 亲门踏户吗 好 今天熊姐给了答案 今天在这个整个熊姐今天开出第二枪 他们在全台湾一共29个处所 遍及台北市 新北市 新竹市 台中市 云林县 台南市 高雄市跟屏东县 全部大搜索 而且传唤的包括有政府官员 大学教授 还有厂商共20多人正在征讯当中 而这里面呢 其实包括了就是高雄市的环保局 在嘉义环保局的这个案子 在高雄市环保局跟云林县的环保局 通通都有类似的弊案 但是里面还有一位是最引人注目的 那就是已经辞职的前高雄市环保局的局长李沐生 而且呢 李沐生今天的住所跟办公室 也全部都被搜索了 李沐生也被约谈 那到从早上十点钟一直到现在我们录影的时间为止 大概已经有八个小时 那李沐生都还没有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整个的案情 到底是为什么来做这样子的大搜索 熊剪的第二代 产官学大对质 案情是从去年中到今年7月 高雄市的环保局涉嫌了20件以上的采购必要 金额从数十万到千万 不等 都是在招标之前 泄露评委的名单以及底价 让特定厂商得标 从中收一到两成的回扣 评委 教授 钱还是很少 只有三到五万块 搜索呢 就是局长的办公室了 空屋的噪音科 还有南区资源回收厂 李沐生的住家 这是直指高雄的部分 另外我们刚刚已经讲有29处 还有其他地方 查扣的资料有20多件 有关于空屋土壤跟扫街的标案资料 那传唤的是前环保局局长李沐生 他现在是市府的纪监 还有几位秘书 冯化炉的厂长 还有就是涉嫌到嘉义弊案 现在已经在押的这些高雄的厂商 还有高雄的几位教授 从这几个里面 来 邮老大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 会往哪一个 是在朝哪个方向在办 这是扩大在办 当然这次大家会认为说 那这次搜索29个地方 到底触动了多少人 触动了多少几个班 触动了多少调查局的人 对耶 29个地方要触动多 要触动多少人呢 所以其实 又是这么多 其实办案 不是说案子很重大 就要触动很多人 而是说案子涉及的地方很多 太广了 要传的人很多 就要触动很多人 而且要同时 对 要同步 要同步 不能搜完这边再去搜那边 一起同步 这样就打草惊蛇 会打草惊蛇嘛 对不对 那这个案子 你看现在是除了 嘉义已经办完了嘛 今天高雄环保局也被搜嘛 还有一个云林县 所以一共最起码三个县市 对 那其实搜索我觉得 对就李沐生这部分来讲的话 搜索并不是很重要 因为他自己知道出了四个 第一个他该有的公文他带不走 第二个该消费的他就消费了 对不对 但是李沐生的问题不出来这里 出在上次第一次搜索的时候 高雄嘉义同步搜索的时候 就已经有厂商在检察官那边为了交保 就咬了李沐生了嘛 咬了李沐生还咬陈武进 说他们两个是整个在操盘 至于怎么操 当然我相信检察官大概心里有数 那这次搜索啊 后续约谈这些厂商来 他们重点就要卡到说 你们的操盘是到底拿很多 有没有拿钱 钱是怎么分 如果这个金流查不到的话 如果单纯的操盘 还不见得会口声犯罪 所以上次嘉义的那个案子 不是已经交保了好几个厂商 所以大家在想说 那几个厂商是不是讲出来 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 你才能够交保吧 要不然都被会收押 所以现在看起来 厂商是有供出一些实情 当然要不然这次 不会这么多地方一次搜 所以这些很可能就我们上次讲说 那个嘉义那批粽子 从高雄移到嘉义去办案犯案 然后可能从嘉义又移到别的县市去犯案 所以今天出来了 云林县又出现了 可是如果回到 好我们回到李沐生 因为今天李沐生是最大的一个咖 被约谈的最大咖 那我们来问说请问一下 这事情已经搞了有个把月了吧 现在马律现在去搜请问一下 还搜他的办公室他都已经辞职了 我当然东西都打包了嘛 你搜个什么劲呢 当然搜办公室是希望看 有没有留些蛛丝马迹在 但是我认为不太容易 那李沐生目前的案件 我的看法 其实光是陈启祥讲 那个五千万那件事情 那几天话就够呛了 刚说问他 他就是我认为可能是借事借端 有可能是要求企业收收贵赂 光是这个罪名就可以用这个证词去 去把它按上去 接下来还有之前被收押的吴明俊 这些人还有这些厂商 记住高雄也有案件 高雄目前来讲 可能两三个案件 也在这里面当中 然后直接就他评审的部分 教授如何串联 那这些厂商有没有说 跟这个李沐生局长达成共识 怎么去瓜分 其实凶俭手上都有这些资料 这些一一的质问 如果对不拢 可能改列被告 他今天是证人进去的 我认为改列被告的积聚应该蛮大的 证人力用十个小时出不来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改列被告 甚至有可能会强制处分 如果改列被告就有机会变成当庭就 就有可能会受压 胜压他也不一定对不对 所以今天他的命运很多变 对我是觉得对他不是很乐观 其实光是我刚提到的 只有目前曝露出来的资料 就是一周刊里面看的那个内容 包含这些被收押的人所讲述的内容 还有断料的整个流程 其实这每个每个都对得起来 如果他要去解释说这个都是巧合 是万分之一的巧合 我觉得很难说得过去 所以现在看起来 可可是不是真的觉得这整个的一个案情 现在在高雄在嘉义在云林重复的出现 而且是同一批人在干 那就是都是绿营执政的县市 然后事实上你说嘉义他因为 他压了这个几个重要的学者 那我今天还问了南部的人 他们说其中有一个叫做 就是中山大学的那位楼教授 其实是赫赫有名的 因为他在中山大学很久的时间 所以他现在已经被收押了 那跟楼基中一起被收押的 还有什么张国庆啊林瑞敏啊 那个几个教授 另外还有厂商 所以张英基他们这一帮子人 被羁押了之后收押之后 今天又开始有新的行动 所以不排除李牧生 除了他是这个雷利市的那个 帝勇选矿的那个事情 被陈锦祥报之外 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东西 因为据说李牧生跟楼基中教授 也是一起到KTV的好朋友 那李牧生跟楼基中 跟陈武静也是好朋友 张英基跟楼基中 嘉义的教授也是好朋友 对所以就是绿营的执政者 他们跟学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这样赤裸裸的丑陋 但是他并不被我们的大部分的知识分子 借给大力的踏伐 如果这个是蓝营的人搞这个事情 那简直这个国民党都要被这个革命掉了 都要这个简直是都要驱逐他出地球了 你知道吗 我们用旁边来看的话 那这下一步可精彩了 李牧生不是简单角色 他上次在台南的时候 他曾经还被收押了十几天 也是为了同样的案子 类似的什么又是环保 又是垃圾处理 可是他无罪了 可是他无罪定恋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办错人了 他有一个很 可能他觉得无罪 然后他被赔偿 国家赔偿 那我是看中时电子报是 当时的帮他辩护的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 帮他宣传一下嘛 其实就是谢振武嘛 这个中时电子报说 谢振武是他的亲戚 是好像是他的媚婿 这个帮一下嘛 也是他的辩护律师 这里面你看这件事情 当时陈启祥讲的时候 他还讲高雄的媒体 有人让他跟他要钱 他们帮他买白瓶 这个事情 他其实他因为他涉及的人的知名度 没有那么的全国性 像是那么震撼 可是他其实是牵动民进党的执政的 这个基本的根本 所以还根错解 难看整个里面 那当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朝这个方向去 会让我们对林医师的案子 理解比较完整 因为一开始就是说 当林医师的案子 back on了之后 陈启祥透过林医师 去打通中纲的这个环节 这个逻辑 这是我说的 这是一个蓝的逻辑 就正在蓝的逻辑 就陈启祥他为什么会想到林医师 是因为中纲 那因为是国运事业 是蓝军在执政 那所以对 所以如果环节卡在中纲 他当然是找蓝的 但是如果说环节 是卡在高雄市政府的环保局 他怎么会会去找林医师呢 林医师就没有用了 那之后陈启祥终究 终究的环节 他显然并不是透过林医师 去解决这件事情 就是断料的事情 断料的事情帮他解决 就不是林医师了 所以陈启祥也不愿意再付钱 那林医师又硬要 就搞不清楚 那这林医师笨 但是林医师固然 因为这件事情 现在反正基本上就已经挂了 可是大家不能够忽略去追究 就是说那陈启祥是如何打通关节的 陈启祥终究是打通了关节 而这个关节是绿的关节 那这个绿的关节 它就是绿的逻的逻辑 陈启祥找谁去打通了这个 断他料的我们认为的 高雄市政府的环保局 这个环节绿的环节 是怎么去打通的 就是我们在质疑这个事情 好这是一块 是属于陈启祥的地用案 现在整个检调大搜索 全面大开花的 就开花了 那就是从这个案子里面又发现 整个的环保的标案 都出了状况 包括了高雄 嘉义 云林 而且甚至发现 这是同一批人 我觉得这个案件 你要哪一个案件 现在太多案件了 今天雄简发动的这些学者 可能又是 又是可能会搜索很多学者的住所 或办公室 我认为这些证据 在一两年前就已经重组了 但是呢 真的要跟嘉检一起去 搜索嘉义新政府 实在人力不够 先把共同的部分先带回来办 等到消化完一个礼拜以后 你看今天29个地方 一个地方算5到10个人就好了 至少150个人到300个人 所以我一次把调查局 集结那么多人实在是不容易 要把东西调查局 同时 同步 这个部分我觉得 只是在前面的案件的延续 因为人力实在不够 那是又不能拖太久 因为这个东西 大家其实 其实哪一个标案 哪一个教授 大家在一起的 我被搜索 我被搜索镇压了 其他的学者 一起开过会的 心里面已经是忐忑不安 已经在想了 嘉义这一批搜押的这些的厂商 加上教授 其实基本上 大概应该都已经招了 能讲的都已经讲了 所以这一批出去 再搜索全部的29个地方 大概也跟这一批的 厂商教授的所说的 案情是有关系的 那发展应该也会一样 就是教授会被伸压 现在李沐生 这位高雄前任的环保局局长 他一个多月以来 其实检调一直在搜证 一直在调查他 他都不为所动 非常的强硬 但是一个周刊 跟他做了一个查证的电话 他立刻就去跟陈局市长请辞 这是大家一直搞不清楚的一点 可是今天他被约谈了 他涉及有些什么样的事情 你需要他去作证呢 如果他是证人 然后被赤回了 他代表一个状况 如果他今天改列为被告 甚至会被生压 那恐怕又是另外一番情况了 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回来 今天夜长会来品桑 来受惠 今天看说在李沐生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高雄市的前环保局的局长 那李沐生他今天被约谈 一直到现在我们录影时间 已经有八个多小时 他都还没有出来 这里面他很可能变成 他还是证人被词回 也很可能会变成被告 甚至当庭会被生压 所以他今天的命运 恐怕是这个大家都在期待 所以我先请教 老大你会怎么样看 李沐生他现在还有一大堆人 还有这些的 原来被压的厂商跟教授 因为这些厂商跟教授 在高雄环保的标案里面 同样的都有跟嘉义 一样的榜标的状况 跟收贿的状况 这些产观学 今天在那里 看起来全面大对质 我认为李沐生前途堪律 真的 因为假如说 马力也说他恐怕前景堪律 就像我们的立场电子报讲的 你说前途堪律是说他今天可能出来了 今天就来就 上压 可能出不来 因为我认为他不会承认了 因为承认就是了 承认就是了 所以他不会像林医师吗 他不会像林医师进去之后 我觉得不会 我认为不会 不会 可是他没有办法不承认 因为大概东西都已经摆在那里了 而且但是问题是这些学者厂商都咬他 咬他都推给他 推到最后我认为他如果有格子的话 自己扛下来 就陈如俊就把陈如俊成局撇掉了 这个算是有格子了 他假如说又跟把陈如俊又拉进来 那李沐生真的是拒解白灯的一场 那所以现在看不到任何陈如俊的角色 我们一定要说明这点 没有任何陈如俊的角色出现 那李沐生的部分今天已经被约谈 那会有个什么样子的结果 我们大概拭目以待 可是现在这整个的一个 就是高雄的这整个的一个案子 是不是大家现在比较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轮廓 那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故事 其实因为太多线索会比较混乱 可是今天美丽岛电子报 其实它就是清律的一个媒体 那么他们也都是原来民进党的一些的重要人士 他们做的这个电子报里面 他们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 做了一个还蛮清楚的说明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绿营自己人 看这个高雄的帝永案 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陈徐的管制危机 这个是电子报的吴子佳说的 我们今天给他打了电话 那跟他做一些的求证 因为吴子佳他讲他现在要出国 所以他讲说他所有里面的文章 他每一个字都做过求证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他的一个观察了 他说环保局要扯入帝永案不是一两天 李牧生被人质疑清白也不是今天 那为什么在一周刊向他查证 他就立刻辞官 那这个许志杰立伟的胞弟叫许志善 他在整个帝永案里面是什么角色 事实的全貌早就在高雄市府传开 只有党中央还被蒙在鼓里 这个陈启祥 2010年以6300万去行贿林毅市 取得了处理地金的合约 可是呢 尽管林毅市都处理的很好 可是呢 这个中药公司就不甘心 就把这个地金的出货以前 用电磁铁 先把具有高度经济价值的铁 这个成分给吸走 所以他才把地金当中的废物 交给蒂永 让陈启祥拿不到预期中的利益 所以他就怀疑说 他恐怕被林毅市给晃点了 所以他不愿意再跟林毅市合作 而那个时候林毅市已经升任 行政院的秘书长了 当他决定不要跟林毅市合作 消息传出了 好 那就有别人就来了 有一位关键人物就出现了 他就是民进党许志杰的胞弟 叫许志善 那许志善呢 他就在陈启祥的请托之下 从中间媒介了一位重量级的人士 来帮陈启祥处理 也因此让高雄市环保局 在整个地永岸就有了角色 那林毅市他听说又有蓝鹿虎出现了 所以他就立刻把陈启祥找到他的服务处 一再强调 哇 我是贵为行政院两颗印章的主人之一 目的就是要把高雄市政府踢出去 硬是要把这块肉再抢回来 所以这整个的事情呢 就是中央对地方的另类竞赛 当时这位重量级人士为了展现实力 所以就由环保局发出断料公文 陈启祥已被断料了 让陈启祥面临倒闭的压力 就不得不同意让市府来做服务 那许志善呢 这个是何德何能呢 他说穿了就是他的大哥立委许志杰的分身 好 那他顺利搭上了国旧邦的关系 所以才会有能力介入地永岸 那整个事件爆发 李沐生不是开了一个自清的记者会吗 他说这个跟陈局的弟弟陈武进是无关的 其实熟悉内情的人都看得出来 他真的是死地无垠三百两 整个的故事合不合逻辑 当然合逻辑 因为美丽岛电子报 它是民进党里面的党外 就是他基本是民进党里面的党外了 就算是民进党的再也是势力 那这些声音我觉得由他们来讲 可能讲的比任何的媒体都要更完整 那当然就是说现在大家如果说 那有提到李沐生有提到陈武进 那但是陈武进 目前没有任何的直接的证据是指向他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那会不会李沐生一个人就扛得起来 如果到他之后的证据的部分来讲 对他是不利的 那不是李沐生扛得住的 今天林医生想要扛 之所以他说那为什么办到林医生办不上去 你再上去就没有了 那林医生如果想要扛 同样的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到你之后就再也没有 没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证据 证明你跟其他人有关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没有 所以李沐生的问题跟陈武进的问题是 李沐生到底能不能够扛得起来 不是他想扛不想扛的问题 就是说只有他能够跟陈启祥 或者是跟这个产官学 就他一个人搞定 我重一点就是 完全跟林医师不一样的地方 各位了解 这些都是环保委员在绑 产官学三个绑在一起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有这个名单的泄露 跟名单的圈选 前面我们前几集我们说过 名单的圈选是机关首长 如果这个圈选名单是有问题的 是那么百八百中的 我相信不管是余宁先的县长 高雄市的市长 在圈选名单上面都难脱干系 这个不是李沐生一个人就能够扛下来 马略这个提醒了大家 因为为什么在嘉义的部分 现在可能张花冠也在那个嘉义的 整个B案里面可能也会有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评选的名单 他所圈选的跟原来被行贿的 是同样的一批 而且一直不断的 非常巧合的重复 那如果说高雄这次的案子有多少个 高雄的案子我看一下 这次高雄有20件以上的案子 如果是20件以上 那每一个评审的委员 都必须由西关首长圈选 西关首长圈选 西关首长不可能认识每个委员嘛 那就是下面报上来的人 他会告诉你要圈哪几个 或是弄点暗号 哪个字写外外 你就知道我要圈哪几个 所以陈局市长现在会面临 跟张花冠县长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怎么圈选那些评审委员的 这些问题在南部的这几个县市长 必然都会出现了 那现在不只是张花冠 那现在就云里也会有问题 那之前就陈牧生在台南的时候 也有类似的问题 所以他不是一石一地的问题 那你看到就是说 为什么都是这一批人 那你只能够讲就是说 民进党的人才是很有限的 就是他找来找去 大家不要怀疑就是我讲这话 倒不是开玩笑 有的时候我就说 我之所以跟你绑在一起 是我刻意在养你 就是在我很有限的资源情况下面来讲 我要养一批队我忠心耿耿的 那这些人将来是跟我一起 在政治上面在输赢的 所以他们现在是一批厂商 绑了一批学者 而这个集团到各个县市去的时候 再结合当地的官方 然后产官学三个结合在一起就可以 从嘉义到高雄现在一共几个案子 54个案子 还有云林还没算 云林还没有 54个案子这一批人 我都不同意说他人才有限 是他的资源利益要集中 然后他这个有了这个 你知道他们执政是云林 嘉义跟高雄 他是长年在执政的 他还有台南对不对 那他有类似的这个案子 还历经过淬炼 李沐生在台南还历经淬炼 然后这些关系 这个利益 这个分享利润 建立起来一个非常极大的互信 这个互信的集团 造就了他们今天的这个关系 那刚才这个美丽岛电子报里面 他指出来 他就是白讲了 就说李沐生后面 有一个人叫陈武进 陈武进的姐姐叫陈菊 就这么简单嘛 他的意思就这样 那刚才这个 他不敢讲 他的意思就这样 那刚才这个 一红也讲到了 就说李沐生 你最奇怪的是 你为什么在五月 你本来很强 到五月底的时候 突然这个按照 美丽岛电子报的讲法 是五月三十号 他们有内幕的 他们说五月三十号 李沐生就在他的那个 环保局里 告诉他的签办官员 要把那个公文 那个废纸 那个废料那个公文 断料的公文 要叫他撤掉 三十号 那一天 那个陈吟湘都还没有把 那个改进计划书 送到环保局 这是他们得到的消息 这是美丽岛电子报 很清楚的 在前一阵子写出来 三十一号 企划书才送上去 可是三十号 他就要求 三十号 他的下属 付料 这些东西 其实美丽岛电子报 一定都有人去告诉他们 因为他们跟绿营的人 关系太好了 而且这些的公文 也都已经在检调手上 因为公文的上面 这些公务员为了保命 这些公务员也被约谈 所以他的公务员 那个公文上面 第一句话就写 奉李沐生局长指示 然后六月一号 那个李沐生 才把公文送出去 对不对 好 这一点 刚才讲到 他扛得起来扛不起来 我猜他扛不起来 因为他跟陈武进 不是单线的关系 他你知道 李义士跟陈启祥 还只是就说 那两个家伙 那吴门忠跟陈志兴 帮他介绍之后 每个人拿了 一千万中介费 之后陈启祥 就跟林义士单独 有那个钞票 拿到高雄他家去 陈武进不是 因为他并不是 每天都在高雄 而且他不是现在官员 他总而有旁边的人 那李沐生旁边有谁 有好多学者呀 这学者都压了 有很多小官啊 所以你这个 我没有用平常人想 不要用他们两个懂办案的 这个问了那个问了 你要扛扛得起来吗 不可能 这个重大的 其实美丽岛电子报是很客气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很高兴 这是陈菊的危机 他界定这是陈菊的危机 不是民进党的危机 对因为他们自己在地也有一些的 因为这个陈菊后面 除了国旧帮之后 其实对美丽岛电子报 这帮子的人来讲 最重要的是新潮流 我在想他们其实讲都说什么 什么国旧帮 其实是因为不愿意抄我们的啦 因为我们节目叫做弟弟帮 对 他就说坏的名字叫国旧帮 其实还没有大到国旧的地步 对啊 还没有到那么了解嘛 国旧应该是请政院级的 但是这里面 这里面所有说的 我们也不能够只看 他们这个美丽岛的 因为他们也可能有一些 自己的利益上的内斗 所以我们也要去访问一下当事人 稍后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下 当事人他们对于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说法 他们自己是怎么看 马上回来 拿着罗浮柱的茶器专刊 海巡官兵上井发条 因为发肩在即的罗浮柱 突然传出失踪消息 辖区内的个案检索 已经针对辖区内的这个重点地区 已经加强的增加这个巡逻的密度 只是海巡手上拿着的这一张 不是常见的限制出境或通气 而是防治出境 原来罗浮柱人间蒸发 又没有出境记录 因此检紧无法确认 他已经潜逃出境 只能加强注意和检紧联系 很多制度啊 事实上 那这事实上会就行 欢迎回来新闻夜总 回来 Kingsan来 坐会 我们刚刚公布了 就是有关于 这也是绿营的一个 这他们自己的在野党 就是民进党自己里面的在野党 就是美丽岛电子报 他们把这整个的高雄 有关于地勇这个案子啊 到底是不是有个国旧邦 以及跟林毅市之间 怎么样的一个牵扯 全部都从头到尾 说了一段这个故事 我们刚刚给大家说了 所以这个故事听起来 现在看起来有一点 蛮合逻辑的就是 但是这个里面谈到的就是 谁是牵线人呢 就是许智杰立伟的弟弟 叫许智善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搭了国旧邦 瞧地勇了 许智善来做说明 我们问他 陈启祥跟你的关系是什么 他说就是跑突啊 碰不到 知道他是谁 但是我们没有交情 那时候陈启祥 透过一个凤山的前世代 来我哥哥的地服务处 我在场 我就接了这个陈启爱 什么陈启爱 就是陈启祥 希望我们帮忙他去附料 去跟环保局讲 任何陈启爱 只要涉及到局处长 我哥哥自己去 局处一下 我去 所以我哥哥去环保局 了解过这个案子 那我们说 那环保局是不是同意 同意了地勇附料啊 后来是这样 那是你哥哥许智杰促成的吗 不是 因为那时候李牧生局长 态度很强硬 没有答应我哥哥 那后来地勇赋料 陈启进有给你30万的查水费吗 绝对没有 那为地勇的案子 你有没有引荐陈启进给陈启祥 介绍他们认得 绝对没有 我跟陈启进只有在2010年 市长选举碰面 选举结束 陈启进就没有通过电话 还说你们都可以去查通联 我们没有通过电话 今年过年 见过一次面 单纯聊天 没有提到任何的公务 那陈启进在地方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这位大家称他为阿姑 到底角色是什么 我没有参与的很深 据我了解 武舅 他是很低调的人 别人有没有拜托他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服务处的事 绝对没有拜托过他 怎么样 哎 哥哥 所以其实 武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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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多有意思 其实在高雄 你好像跟政界稍微 高雄 你这高雄这个地方 它的学者 因为高雄很多的不同的大学 那些学者 他他们在跟这个政治之间的关系 好像就比台北要亲切的多 因为我常被邀去吃饭的时候 这一桌的教授 那一桌就是政府 就是做官的 或者是说政治线那些 各种不同的庄角 因为高雄的这个在地的这些 有头有脸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产官学在一起的 那我就随便问一两个人 说这个陈武镜先生 大家都知道他都在高雄吗 最近 最近据说了就是 这个礼拜要出刊的 高雄的在地的杂志 就爆 他要出刊了 他说这个好乐迪 那个地方就是 被讲过很多次了 是陈武镜住 他这个住足的地方 他说那个好乐迪啊 还分三个房间呢 一个房间就是 大家正式正式谈事情 就是这个 如果如果武舅啦 或者是还有那个 陌生局长啦 或是某教授啦 有个姓楼的教授 不是也高雄的吗 然后还再加上那个 高雄市政府里面 环保局有很多 那个小科长不是都闹事的 什么廖姓杰呀 有没有都闹事的 那要谈事情就在这个房间 那谈好了呢 我还没谈到的人 就在这个房间打麻将 那个 戳戳马将 那不想打麻将的人 又不还没轮到谈事的人 就在另外一个房间呢 就有妹妹陪着唱歌 这个是 这个是最新的那个 因为最近的高雄的地方的 最近地方的媒体 高雄屏东嘉宜的媒体 简直是吵翻了 它更 你知道地方媒体 跟我们不一样 那我就问他们说 这个对民进党的执政 到底有没有影响 是啊 没有 这就是绿营执政的地方呀 没什么 就是没什么 你看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状况在高雄 已经大家皆知 所以他们这边是讲说 任何地方的有头脸的人 是都知道陈武镜 在高雄出没 可是现在就是 其实没有 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了 除非现在 已经有人攻他出来了 把他给攻出来 然后这个检调要开始约谈他 我想这个时候 陈武镜的角色 才会比较明显 到目前为止 李牧生被收押的话 那陈武镜就 嗯 算了呀 那你还要 你还要把李牧生跟陈武镜 还要扯上关系吗 李牧生跟陈武镜 有什么关联 他后面有很多人都在收押了 他们的共同人啊 他们之间多年来的 共同的那种 相遇的案子的人 都被收押了 咬他人怎么讲 咬他人讲说 如果我那时候 拿一包感谢他们的时候 两个都在现场 那就咬死了 就看他怎么咬 有没有证据来支撑他这种说法 我觉得高雄的检察官 你觉得 这个案子不需要很聪明的检察官吧 一般平庸就可以办得出来 不需要 而且这个案子其实 他的主力是在调查局 是调查局在办这个 他主力啦 你不管跟监啊监听啊 然后整个开花 怎么开 检察官没有那个能力 要调查局的力量 好 我们现在收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啊 所以我先讲说 今天好几个案子同时来讲 一个当然就是蒂勇的 有关于陈启祥跟这个李牧生 还有这个陈局的弟弟陈武进之间 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关联 另外呢就是各处大开花的案子 从嘉义开了花 然后现在高雄呢也在开花 因为也去搜了高雄 现在不只是高雄 今天确定云林县也被搜 而云林县被搜的地方就是 云林县环保局局长叶德惠的办公室 带走了一共 云林县带走了三件的 这个采购案的资料 那他们云林县的这个案子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官员在公开招标 然后之前就把预算的金额 评委的名单泄露给业者 然后呢透过行业者就行贿 评审委员获得标案 厂商再透过中间人去把这个钱交给官员 所以和这个教授 所以整个的一个情况跟嘉义 还有跟这个高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情况 所以这是云林的情况 大家都觉得我好像一直在重复讲同样的事情 是是同样的事情 但是是地点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整个牵涉到这个案子里面的 包括了嘉义县34件案子 高雄现在20件案子 以及云林县现在最起码有三件案子 所以现在总共合起来57件 同一批人干的 哇这个 这个比地有案要 难怪他们有些电台要骂 林县是两件 一件收了一件没收成 那两件 你叫他们怎么办呢 办不动了嘛 这两件其实很清楚了 其实很清楚了 只是他这钱有没有发出去 有没有中刚的人跟他勾结 我想再连上去就是中刚的那个部分 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 对啊57件这太不公平了啊 五六十件要查到什么时候啊 他每一件每一件都不一样啊 每一件每一件 一个评审可能问 这里一件哪里一件哪里一件 这里一个评审这里有 那么多评审那么多案子 你要光要问笔录 要把它弄清楚 第一个要大政杖 然后又要费很多时间 内容又不好看 因为每一件都一样 扯得成绩又不高 了不起陈武进 陈菊就这样子而已嘛 我那就已经 如果扯到那里就不得了了 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得了了 但是这几个县市 你想想看 这三个高雄市嘉义县跟云林县 现在通通都是同样的案子 同样一批人在做 但是也同样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刚才马律讲说 嘉义县县长张花冠 为什么一直圈选同样的评选委员 嗯 那高雄市也要问陈菊市长 你所圈选的这些的委员 因为他们这些人同样在高雄市 有二十几件案子都是他们做 那你为什么会圈选同样的评审委员 这很好讲啊 只要没有圈 我圈惯了 看到他的名字 我就喜欢 我就圈啊 可以啊 可以啊 那还要再问 你要看钱啊 云林县 你为什么也会圈同样的这批委员 他们都喜欢他们 他们都喜欢同一批人 就一看到这个名字就喜欢 是 有亲切感 这就是 名字是亲切感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 我们想当然而 我们觉得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里面一定是有鬼 可是在司法上面来讲 光靠这样子是不够的 就是他基本上面就是说 他要 他要 我就是喜欢他 换句话说 你可以说很可疑 就是如果只是到这个阶段的话 到最后 不管是检察官或者法官 都会碰到新政的问题 嗯 那那个新政的宽或者是涨 他就会留给政治上面 很多解读的空间 所以最好是能够有钱的部分 如果没有钱的部分 光从这种合理的怀疑去推断 不管是起诉或者判案 那个风险都会非常非常高 那当然就说对于 不过 你不觉得现在是需要 完全用司法的方式来看 不过我觉得司法的方式 目前为什么要搜索 因为有最软的 最喜欢吃萝卜的这些人就是 就教授嘛 教授嘛 业者嘛 这些人只要一口咬上去 这是特征 这是熊茧 最喜欢的就是他们 现在他是他们最爱 他们的最爱 先把这些带回来 带回来以后呢 不管你县长 或者是政府官员如何讲 只要这些人巩固了 你就很难跑了 你不要小看简掉 教授多厉害 喝花酒的教授不承认 你喝过花酒 给你带出场的女孩子都找来给你煮的 我告诉你 如果有监听的话 就这么厉害 监听的话 真的 老大你这样讲的话 现在一批人在那边流汗 你那一天哪一天去哪里 找那个花名艺名就是谁 喝到几点 然后带去哪一家宾馆 都给你找出来 可是那个带出场 都问题是你带出场 第二天你自己都去忘 我忘了你有带他出场 他认得你 你根本不认得他了 不是 我是说 我是说 要哪一局 那个教授 那个教授记忆力好 我记忆力不好 记忆力要 好啊 我们待会回来 对啊 如果今天来到里面 欢迎回来 请一总会来品档 来做会 除了这个地永案的事情以外 现在真的是 各个 不能说各个县市 因为在三个地方 已经大开花 一个是嘉义县 一个是高雄市 还有一个今天最出来的 就是叫做云林县 那这三个县市 是同样的一批人 高雄集结了厂商和学者 一起到另外的县市 再去找这个标案 而很奇怪的就是 这批学者 从高雄上来的这批学者 再结合了一些地方上的 一些学者 但是每一次呢 他们都会被首长圈选 来作为这个标案的 评审委员 所以我们大家就很好奇 刚才大家讲说 是在司法上的问题 可是我跟讲 香龙 其实现在司法的问题 已经不重要 我觉得是一个 比方说 这个首长 你会去跟厂商借钱 请问一下 司法判借钱 会判有罪吗 没有罪 但是社会会怎么看他 今天这个学者 我看了他名字 我就喜欢 我就亲切 我就圈选他 可以 司法上没问题 社会怎么看 所以大家都已经 其实都已经可以定罪了 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案子 其实不用等那么快 那么久 我觉得在道德上的定罪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了 但是如果说 在道德上定罪 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住 我怀疑你 就这样就是说 为什么作为一个高雄市长 身边一定要有个像 陈武进这样的角色 为什么当个嘉义市 嘉义县长 身边就要有个像 张英基一样的角色 你不能够叫你的弟弟 叫你的妹妹 离政治远一点吗 如果你现在离得很远 就是今天任何人 如果要找你嘉义县长办事情 不需要有任何的可能性 去透过一个叫做陈武进 或者叫张英基 不管真的假的 或者传闻的 我相信今天事情就会单纯很多 每个人总会去怀疑就是说 高雄市政府为什么需要一个陈武进 为什么大家都需要去找陈武进 为什么都需要去找张英基 或者就是说过去陈水扁时代 为什么都需要去找谁 那种的想象 基本上面当然是有很坏的印象 但是我当时小的主持人意思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不是司法的问题 它是大家政治观感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赌 这个政治观感会影响到未来绿营 2014年在这些县市的选情吗 不会 那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讲的社会 社会观感 很可能是主持人观感 或者我的观感 在地方上面就是选举论输赢 如果他还是赢了 他会跟你说 哪有什么些社会观感 我这样讲是对的 我觉得我还是有信心 因为我们要多讲 才会把这个所谓社会观感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给突出 你刚刚讲到那些现象 民进党在党外时期 在攻击这个腐败的国民党的 蒋家政权的时候 通常都是讲这些国企 这个外企 那个皇亲国企 包括当时这个蒋家的儿子 什么孝武孝勇他们那些人 被他们批的简直是 这个一文不值 结果现在复制的 就是这个现象 张花冠他可以跟那个 潘中豪那个春龙公司 负责人借钱 他也可以跟陈英柱借钱 我记得陈英柱当时 好像他也说有那个借贷关系 你是现场真奇怪了 我们平常借钱 也会有一个利害关系 那个真是连一个 基本的羞耻心都没有 你更别讲说 在这一群这个学者当中的 你知道 我觉得很难过的是 这些学者还都是环保学者 这么不环保 那那个这些学者们呢 他们多半在 因为他们可以搞在一起 其实他们对于国民党政权 其实或是对 有一些反反对的意识的 或许过去他们都很清高 然后我想大家也讨论过 我曾经听过他们讲的 就是说这些学者为什么 我哥哥他以前也是做这些工程 也要跟学者在一起 为什么他们现在要拿钱 因为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那些老的一代的那些 蓝营的学者都吃饱了 他们当时都可以拿呀 现在换我们这些人啦 所以搞不好人家是有一个名单 就是那个上榜的名单 就是所谓绿营 讲白一点 有绿营学者的大家一起通吃的名单 可是可可 这个是用整个台湾的环境 作为代价 然后你们还是一个环境跟人权的这个保障的一个政党 然后现在党中央呢 坐在那里看 好开心哦 我的政敌这个死了 那个死了 有没有 这个帮要完全不讲话 完全不讲话 然后民进党的支持者 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民进党支持者里面 没有知识分子吗 没有读过书的人吗 以前陈水扁贪污的时候 我记得还有一些读过书的民进党支持者 包括什么林卓水啊 那个那个李文中啊 都还辞掉那个立法委员职务呢 这个事情呢 现在在眼皮下就在探着吗 就是说大家都在乱讲了 然后检调在泄密啊 所以非要法务部办这个检调泄密不可 这些整个的整个的焦点要把它转移掉 但是我想这整个开花下来 一共我们现在随便算算 就是57件案子 同一批人从高雄出发 到嘉义跟云林去做了 最起码57件案子 后面还会开多少 不知道 那这里面有多少的弊端 大家就可以可想而知啊 所以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马瑞里觉得 整个事情水落石出 我们会看到今天 如果李沐生是被转为被告 然后被生压 他会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他如果仍是证人 有什么意义 如果被生压的话 代表 他的话语 跟其他的厂商 或者是这个学者都不懂 那这些学者说他涉案 蛮深的 所以有串阵的心情会收压 因为通常 公务员这个案件一定是用贪赌罪来办 那既然是中罪 有可能串阵的话一定会收压 如果用证人把它撕毁的话 代表他们这次搜索发动 有点草率 至少不是很齐全的证据 因为通常 这种案件那么久了要搜 大家知道能搜到多少东西 行你有数啦 但是想要搜索你的话 大概就是把厂商的 厂商的学者的证实都在手上 就等你来 等你来 你引军入望 来这个咬你这个咬你 你解释清楚 就这么简单 一个咬一点 一个咬一点 一个咬头一个咬嘴 一个咬腿 共中中 你咬的地方都不一样 你就很难脱身了 我不骗你 可是也不能这样嘛 想当年的时候 大家也都一起合作的嘛 你现在这个咬头 那个咬手 那个咬脚 你这也 不是每个都咬啊 一传传这么多人 厂商 传了20家厂商人 三家咬你 四家咬你 你就脱不了身啦 因为厂商太多家了 要顾顾不来的啦 太多家了 太多学者了 要每个都守住不太容易 这么多厂商同事被约谈 每个讲都不一样 就算都放得去 大家要开一个串争大会 都太不一样 叫肖蒋月嘛 要练很久 才要和解 那很难的啦 而且这个案子已经好久了 它是两年多了 那么久 我觉得民进党常常讲说 他爱台湾的土地 我觉得经过这个案子之后 国民党的责任是把 这块伤心地重新拯救回来 我觉得这整件案子 让大家看起来 会觉得非常的震惊的事情 就是 它都发生在民进党的执政县市 而这些的环保学者 其实原先也都是社会上 有亲旺的学者 也都是大家一直认为说 他们是对台湾的环境 非常认真努力 在维护的一批学者 而且他们这批学者 原先跟民进党 他们是比较接近的 因为民进党一直在强调的是 环保跟人权 可是你没有想过 现在他们执政的地方 他们却可以结合在一起 大家一起屋前 这个形象一旦设立的时候 我想 香楼你会觉得 这真的是民进党毫无损伤吗 我觉得主持人讲这段是很棒的 就是说大家会说 因为这些环保学者 他为什么跟民进党比较好 因为民进党整个崛起的过程 环保是他的招牌 其实当现在看起来 比较平衡一点 可是在公元2000年之前 又很长一段时间 在台湾的环保界里面 特别是学界里面 如果你比较青蓝 其实是说不出口的 相反的就是说 跟绿营在面 这些很光彩的事情 觉得那是一种进步的象征 这种的风气到现在 在很多社会运动里面 都可以看得到 那环保它是社会运动里面的主流 这个不意外 就是我相信这些的学者 当年之所以 他会比较轻律 挺律 他是有他的道德的纯洁性的 他并不是基于什么利益 但是我们就说 就是长时间以来 你只要绝对的权利 一定会有绝对的腐化 你就是说相如以沫 久了之后 各种的这种变调的 这种变奏曲都有可能发生 现在当这些的 这些案子 因为到目前我都集中在 左水溪引栏 它一定会有些政治效应 所以我之所以说 对于这些案子 检邦在办的时候 证据一定要非常强 对 因为他终究现在都集中在 左水溪引栏 你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的 就是说咬不准 但是你又基于新政 或者案子搞大了 没有办法 面子上一定要 非得要弄 你到后来在政治上面来讲 一定会留下很多 就是说就是那莫名其妙的空间 所以案子一定要办得很扎实 很漂亮 那最少我们可以期待 就是现在苏贞昌的表现是好的 因为苏贞昌 当加检搜搜索的苏贞昌 有出来讲说 他相信陈明雄 跟张花冠的清白 但是今天苏贞昌并没有说 他相信陈局的清白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 是可以再往下办的 下一波可以看得出来 你非得要自己的首长要出现了 像同他讲的国航队 因为陈局还没有被约啊 如果陈局被约了以后 苏贞昌我认为他 我还是相信他们的清白 他还有这个命题 这件事情会让民进党改革吗 我想有些人是乐观青春 可以作出正确的成果 反正刚好打掉一批人 换一批人 换一批人 换一批不换包的来啦 换到了打掉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